在另外一方面,华为、中兴等中国电讯设备产品制造商在美国市场可能会遭遇到更多的审批阻碍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本月计划举行投票表决 计划全面禁止不安全的电讯设备进入美国的市场 详细情况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许宁,请他来介绍 这一计划可能给中国公司带来哪些影响,许宁 夏宇,你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的大理主席罗森沃塞尔在上星期就发表声明 说FCC将在6月17号,也就是下星期四就通信设备审批标准改革进行一次投票 FCC目前制定了一个所谓的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通信设备服务清单 目前已经禁止那些接受联邦政府补贴资金的网络运营商 购买这个黑名单上的工资所生产的设备和器材 但是那些没有接受联邦政府资金的运营商 不会受这个禁令的限制 目前一些FCC的委员和国务议员都在呼吁填补这个所谓的漏洞 他们呼吁出台措施将所有不受信任的电信设备排除在美国市场之外 目前这个黑名单上的五家企业全部都是中国公司 他们是华为、中兴通讯、海能达通信、杭州的海康威视和浙江的大华公司 我们知道FCC的审批权力范围很广 几乎所有发射无线电信号的设备在美国市场上上市之前 都必须经过FCC的测试和审批 比如一些大型的网络设备以及小型的笔记本电脑、电视机 无线路由器和手机等日常电子设备和智能设备都要经过FCC的审批 美国电信法规专家乔尔赛耶在接受美国新采访时说 FCC如果投票通过了审批改革措施 会让中国企业在美国视察的情况面临更多的限制 我们来听听赛耶怎么说 我ft手之在放2 它未经过澄传转人的力量 你留下是中共是 Ihr毫无意义ки上的公开 to determine what a what a cybersecurity threat is now I think it is one of their core competencies I just think that this opens the door for more interagency cooperation yes he is looking is working with DHS the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and also working with other agencies like the DOD to make sure that they are accurately describing what a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 is 另外在國會方面參議院的跨黨派的兩名議員也在上個月提出法案 要求FCC不要再對黑名單上的公司的產品進行審議和審批 可以看得出美國從立法部門到行政部門都在對如何限制 美國電信市場上的中資企業的產品做出各自的反應 那如何協調各自行動以及具體的細節是電信運營商和電信設備企業關注的重點 法律專家塞耶說他預計中國公司現在正在跟拜登政府直接進行溝通 試圖降低有關禁令的影響範圍 FCC在去年的6月就已經正式地認定 華為和中興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 禁止電信運營商使用美國政府補貼 購買這兩家公司的設備和服務 華為公司在今年2月就向美國上訴巡迴法院提出申訴 說FCC的決定是違反美國憲法的 那有關這一訴訟的進展 我們也會繼續關注 謝謝許您發來的連線報導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 його Carol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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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iones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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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icipation 谢谢观看